大家好 今年应该是AI的爆发年 尤其是在我们最近这两个月 你会看到有非常多AI的应用产生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 Canva以及简映这两个云端服务 应用程式 他们所推出的AI功能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Canva 在Canva之前其实就已经有推出 文字短图片的功能 只是他一直处在FAPA版的状态 那最近他已经把它升级为正式版本了 进入到Canva之后你可以找到 应用程式里面 Text to Image 就可以看到他的 在这边他目前是可以直接使用中文的 不过其实说真的 可能用中文还是不大灵光 我们可以 马上实作一下给大家做参考 应用程式 Text to Image 第一次需要有一个同一条款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把我们的 文字 打上 好那么你在Canva里面呢你可以选择 他有这些样式 如果你都不选择 也可以选择 这一个 送上惊喜 按下产生影像 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把我们 用AI的方式 把你所描述的内容产生出来 现在这个呢就是你所看到的中文 他所产生出来的 所以其实效果没有很好 那没关系我们用Google翻译一下 把这个内容 翻成英文 那我们再重新产生一次 您可以看到用英文所产生的 就会正确 那现在呢你就只要点一下 他就可以把这个档案 传送到Canva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简印里面的 图文成片功能 这个你只要升级到简印最新版本 就会看到他 按下之后呢 第一次他会有像这样的一个说明 你只需要把你的 文字内容给他 并选择一个适当的 语音播报的角色 就OK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用看看吧 好在上面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输入标题 还有你的正文 那标题的部分是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剧情内文把它贴进来 再选择一个 你想要朗读这些内容的 声音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是后面有 VIP的 这个呢 是属于付费的 一个是TVV女生 另外呢 一个叫做促销男生 所以如果你用这两个 你就必须是 简印的VIP的会员才行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单纯一点 我们可以选择 其他的 来让他产生出来就好 那未来的话呢 如果你的 这个档案 声音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朗读 都可以进到简印再做替换 现在我们只要按下生成视频 就可以等 简印帮你自动完成咯 那我们就等待一下 现在我们进到简印里面来 就可以看到他已经帮我们把字幕 把 图片 语音朗读 还有背景音乐 通通都完成咯 那我们待会呢 就可以一起来听看看 这样的成果 据外媒报道 应产线升级以及需求放缓 美国电动车 EV大厂 特斯拉 特斯拉 上海工厂 将在12月底 暂时停止生产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未来 你如果想要讲故事 真的只要有好的剧本 剩下的就是用AI 来帮你产生这些 影片跟配乐的内容 这样 以后产生影片的速度 真的就会非常快喔 感谢观看